我們看一下第三個 應該大部分都落到第三個原因 第三個是 贏了工作卻輸了愛情 各位 圈叉 有一個打叉 妳沒有贏了工作輸了愛情 妳是很透露愛情 我覺得再滿也要喝杯咖啡 像我曾經為我男朋友的一個不開心 我就從台北坐那個Taxi 坐到新竹 Taxi 計程車 是晚上 那是英文國際語好不好 我知道 半夜的時候 對啊 我覺得有些時候 不管隔天要不要上班 我覺得感覺很重要 然後她見到我就融化了 所以這樣子妳有贏到愛情嗎 有啊 那時候我們感情很好 而且她的生氣完全就沒有了 哇 OK 那小Call會不會為了工作放棄愛情 我不會因為 我不會放棄工作 但是我會放棄愛情 但因為我曾經也有這樣子的經驗過 就是在男朋友跟工作之間 最後我選擇了工作 因為我覺得在感情的世界裡面都有背叛 然後工作 你只要努力地工作 它永遠會回饋給你 所以我覺得我只有我可以好好的就是 把我自己養得很好的狀況之下 相對的我相信那個愛情就會來得比較 就是條件好一些 妳想太多了 真的吧 所以我不會 即使有任何的工作跟愛情打在一塊的話 我最後都是選擇工作為前提 我不會因為她放棄我所有的一切 我曾經 那三個如果今天會放棄工作 他們就不會坐在這邊 對啊 對不對 要是工作可以給他們這麼好的未來 或是給他們這麼好的伴 那今天就不會坐在這邊 我剛剛說的那一任就是 因為工作放棄的那一段婚姻 其實那時候就是兩個人都 很有結婚的共識 可是就是卡在工作 那時候你就會覺得說 好你的家人 或是你也反對我在這個圈子 那假設我離開這個行業 會不會三年後五年後 我們兩個吵架一有爭執 我就會跟你說 如果三年前 我沒有因為你而放棄這個工作 我現在可能不一樣 他會一輩子有這樣子的陰影 所以我覺得你不能夠 因為你的工作放棄愛情 你永遠都會為同監事吵架 你要找到一個可以包容的人 劉儀欣 再重新選擇一次 你還會做這樣同樣的選擇嗎 我會 不然我會一輩子怨恨他 好啊 OK 那五年後還是會坐這邊 不會 會找到一個他可以包容我工作的人 你要找到一個對的人 我相信那個白馬王 很難啊 那各位這個 你們為了結婚做過什麼樣的努力嗎 秀惠姐 我的努力可多了 他努力 你要講武器啊 我告訴你啦 你講一個重點就好了 精簡 官若英啦 真的假的 官若英屁事啊 種桃花啦 在我床下擺什麼 什麼桃花鎮啦 然後去種 讓我以前的種種過去 重新洗牌過 就是剪我的手指甲跟腳指甲 剪我的頭髮 然後用紅包袋 然後丟往東流的水 就是以前過去 種種已經過去了 然後我在創造一個新的契機 讓我有新的桃花 然後人在衰的時候 那個紅包袋輕輕的 輕輕的 一條小河流啊 對… 明明沒有風喔 我就要丟了啊 因為要除水而流嘛 要往東流 都沒有風了喔 一丟 來了一陣風 那紅包袋這樣一直飄飄飄 它好死不死 也不飄在水中央 它飄到爛泥巴 我那一包就丟丟了 就狗在爛泥巴那邊 然後爛桃花繼續死 還好還好 你不要丟出去 它要流回來啊 嚇死人 沒有 因為那水它不會 水往上流 水往上流 然後就狗住啦 狗住我想說 我必須為了我的桃花啦 為了我的音樂 努力一下 因為我們老實說 一定要這樣子 因為我把我自己的音樂弄壞了 哪根桿子把它撈出來 哪有那麼容易 在那馬路旁邊哪裡 隨便有桿子 我想我老娘我跳下去 比較快吧 我就這樣腳 要跨過去有沒有 都沒有人嘛 我就要跨下去 哇 後面說小姐 我以為我後面三十幾個 三十幾個人說 不要跳 她以為我要跳河自殺 我真的快要昏倒 那一包還是卡在泥巴裡面 卡在那邊 現在還在 現在已經大概八年了 我不知道已經 應該融化 化成一堆灰了吧 對 你看我連這個我也做了 對 那小Call做過什麼 我就是 我比較實際一點 吃辣椒 妳說我不實際 我就是 會儘量的討好 男方的母親 這樣不行 這樣不行嗎 這什麼態度 妳這什麼態度 美人姐這樣不行嗎 這什麼反應 那受害者來的嗎 我這好像負心很重要 是嗎 妳的主體是誰 當然跟她相處也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 只有我跟她之間的話 有時候 家庭上面的一個 就是 家庭上面的關係也很重要 如果 她這個人是 很愛她母親的 很孝順的話 我必須要讓她的母親也喜歡我 因為曾經有一任男朋友 她就是 有時候會回台灣這樣子 然後她的媽媽也住在美國 所以當她媽媽 我知道她媽媽回到台灣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她們家在哪 我都會去準備一些小禮物 然後放在樓下的管理員 然後就是會跟她講說 我放了東西 然後請管理員跟她 跟那個媽媽講說 有東西要送給她 那曾經有一個交往七年的男朋友 我也是就是 她媽媽很喜歡聊天 那我會盡量陪她聊天 她有什麼樣子想要跟她兒子講 她兒子說不聽的話 她都跟我說 所以我就跟她的母親 當一個好朋友的一個狀態 所以但是到最後還是分手 那妳就嫁給她媽媽就好了 不是 但是你知道 我覺得這很好啊 多了一個女兒 不是少了一個兒子啊 可是我跟你講 現在人才不會這樣子 還不是這一套 不是這樣嗎 現在不會因為媽媽說怎麼樣 你會因為媽媽喜歡的女生 就娶她嗎 當然不會啦 當然不會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 都特別有個性啦 所以不可能說 因為我的母親 然後說你一定要喜歡這個女孩 然後我就要娶她 這根本不可能 再怎麼樣 妳應該要討好里長或領長 怎麼可以 找媽媽幹什麼 公主配三十次聯誼對不對 對 有什麼心得嗎 我覺得最好的 看來聯誼沒什麼效嘛 對啊 哪有 就是 因為聯誼交得還不錯的男朋友 可是後來是因為個性 真的不適合啦 所以才分開 那我覺得 其實聯誼我覺得是最正常的交友活動 其實我們今天有專業的老王在這邊 介紹一下台灣現在的聯誼 大概有哪些種類好不好 基本上有就是 假日換桌聯誼 然後還有七分鐘約會 就是speed dating 就是一對一的 然後七個對七個 這是給那種比較害羞的人參加 因為有一些人可能比較不願意打擾到別人 他就是一對一就 one by one就可以focus在對方的身上 所以七分鐘要聊什麼 只能聊基本資料 對啊好短喔 七分鐘現在要過去了 超緊張 你好幾歲 33 做什麼的 好像面試 不是 美人姐 你現在要做筆錄的 面試喔 美人姐 好像面試 主要面試 沒有沒有沒有 你真的要做筆錄是嗎 這應該帶點感情是嗎 對 昨天人在哪 其實會稍微比較像面試 不過 對 有點像面試 還蠻多 還蠻多人還蠻就是喜歡 不是 你七分鐘要問的東西 其實沒有多少 其實 我覺得這個speed 我覺得這是合理的 因為其實你說真的 我們在一些比如說 唱歌的地方認識的女生 我們也是很快 多久沒交過女朋友了 大概快一年了吧 性能力還好嗎 超強 不是啦 我說大家都會這樣聊一聊 然後就很快七分鐘之後 只要交 真的有興趣就留下了 七分鐘 算很久了 在外面搭訕 時間是更快的 20秒 對啊 不OK就不OK了 是一個人這樣七分鐘嗎 對 一個人 而且她還規定七分鐘 整排 然後她就會想 曾經在影集 慾望城市出現了快速約會 在國外相當受歡迎 她可以更快速安全 認識對象 今天在節目為你示範 首先由熟男張克帆 及聯誼經驗豐富的公主K 示範如何快速約會 好 我們現在現場來 不用七分鐘 一分鐘就好 一分鐘快速約會 那我們現在呢 好 三二一開始 三二一 好 開始 你好 你好 我叫張克帆 你好 我叫公主沛 很高興認識你 很開心 可以握個手嗎 握個手 你好 你好 那請問你是做什麼職業的 我是藝人 藝人 平常就上上通告 寫寫歌 然後常常商演這樣 你好有才華 有 算有才華的 看你跟誰比 對 那你幹嘛來聯誼啊 因為我交不到女朋友 怎麼騙人 我交到的也是那種 只想上課就不想理我 對 還是說其實你 我是想找那個認真結婚的對象 真的嗎 那其實今天有很多女生 都還滿認真結婚的 是嗎 你也是嗎 你有很認真想結婚嗎 對 滿想認真結婚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覺得 就是希望可以找到一個 可以跟你一起牽手到老的人 真的 可以一起到老 但不牽手嗎 也可以啦 那直接跳過 可以勾腳 然後擁抱可以啊 擁抱也可以 那你喜歡吃什麼東西啊 我什麼都喜歡吃 我不挑所以這麼胖啊 時間到了 沒聊什麼耶 時間到了 一分鐘 一分鐘很快 一下就過了 就跟異性聊天的時間就是 就換桌了 飛縮一半的咻一下就過了 所以是不是要我們剛才那種問法 對 你應該是 對 做什麼怎麼樣 對 這真的很有人知道 你要直接一點 要更直接一點才對 對不對 對 像這種要 我跟你講就是一翻兩瞪眼 是 就是你一看如果對的話 看對也很快 來 你示範小柯坐 小柯 接著潘若迪及小柯 就要來示範 什麼樣的快速約會 做法可行 一分鐘 小姐貴姓 你好 我是小柯 你好 我是潘老師 小柯老師你好 我有看你的節目耶 真的嗎 你喜歡嗎 喜歡你的身材 喜歡我的身材 你決定了嗎 OK 好來 走 決定哪個部分 他有什麼東西啊 決定 他決定OK了吧 決定哪個部分 對不對 可以現場再走嗎 可以吧 他們活動結束之後 真的會有人就是 一起拍 自己 因為他 我跟你講 他不喜歡 他就會打槍我了 坐 比如說這樣 你覺得OK對不對 我這樣的男生 你喜歡嗎 還不錯可以 就是先從朋友開始 先從朋友開始 對 好 那我們先去看到電影 怎麼樣 可以啊 但是我們再聊一下 再聊一下 時間差不多了 我還要買票 還要買票 那你單身多久呢 什麼東西 單身多久 什麼東西 單身 我單身大概 你要不要去看耳科 你耳朵很病啊你 對 有點重點 單身多久 單身大概 大概兩年多吧 兩年多啊 那你為什麼想要來聯姻呢 因為我看到你啊 因為我覺得有你 所以我來啦 你怎麼知道他 我跟你講 油槍花店 油槍花店 誠可一點 打槍他 不行不行 好了好了可以回去了 可以回去了 來 所以這坦白講 這告訴我們 如果是你要快速約會 你要在家先 練習 練習 很多怎麼回答 怎麼問人 然後大家會問問什麼問題 怎麼快速的 得到你要的答案 哇塞 對不對 好有趣喔 因為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 其實說實在話 七分鐘你能表現出什麼 我覺得 與其說很多 你不如給人家 留一個好印象 譬如說 你男生一坐下來 你就微笑 就是 就是笑得很開心 然後就點個頭 然後 基本上就簡單的自我介紹 這樣點七分鐘喔 頭會痠 我覺得你應該讓人家 有一些印象深刻 對 接著與美人 在快速約會的聊天中 教你如何在短時間 混出你想知道的內容 你不一定要在這個 這一次的快速約會裡面 找到對象 對 可是你從那個練習裡面 也許可以插出不同的火花 對 那你中間啊 你去中間 我在中間嗎 對啊 好 那我們321喔 一分鐘喔 321開始 你好 我叫美人 我知道我們時間有限 我可以先問你一個問題嗎 來吧 如果我們就要離開地球了 我們可以帶兩樣東西離開地球 你最想帶什麼東西走 我跟你啊 油槍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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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走了 這樣不喜歡就會走了 就不喜歡就走了喔 換一個 換一個味道 那 我被換掉了是不是 下一個 下一個 換你 對 這個不用講 就中了吧 好 一分鐘開始 你好 大帥哥 我叫余美人 你好 我叫顧如明 如果我們只能夠帶兩樣東西 離開地球 到外太空去 你最想帶什麼東西 胸肌跟腹肌 我帶我媽媽 那如果要帶兩張專輯 離開地球 你會帶誰的專輯 我的專輯 不要玩戲喔 我不要看這個 自戀傾向對不對 對 趕快打歌啊 這問題就太難答了啦 這問題太像 有可能他講的專輯就是 你喜歡的 專輯啊 OK 用這樣的問題 也可以這麼理解 對不對 如果他講 Adele 我可能就覺得 有feu喔 如果他講 Beatles的那張 最經典的Y album 對不對 有可能我就覺得 哇 你超有feu 當然你不是聽 Beatles的年齡了啦 我的意思是說 彼此之間的那個感覺 你應該有一點另類的 然後 有一點 就可以知道你這個人 是什麼個性嘛 對 對 對 他要帶媽媽走 就表示他是一個孝順的 孝順的孩子 非常棒 那一趴他回答那個時候 還OK 對 一直到那時候 對 帶自己專輯就有點噁心了 你專輯叫什麼 叫劈頭士啊 你專輯叫什麼 我的專輯叫阿吉里斯啊 阿吉里斯啊 阿吉里斯 阿吉里斯 OK 有點好玩 有點難 所以不是一分鐘 因為我們是短板 所以七分鐘 對 時間在七分鐘 七分鐘還是可以聊啦 其實這個應該平常 自己在家裡練習 就是你一分鐘 你如何 展現自己 表現自己 對不對 好 我們今天有個測驗 好不好 我們請邱醫師 邱希理師 好 我們看一下大家都好像很想結婚 可是呢 你到底是渴望婚姻當中的哪個元素 我們今天來做一個測試啊 看一下這個圖 你覺得 橋上這兩個人的關係是什麼 A 他們兩個是重逢的戀人 還是B 他們兩個是離別的戀人 還是C 重逢的好友 或者是D 離別的好友 請作答 好 自己寫答案下來 A 又位 我選A 你選什麼 我選D 離別的好友 好 好 來 舉牌 對面只有A跟C兩個選這樣 對面只有選A跟C耶 這不是大好就大壞耶 也是A跟C 你是D啦 D 跟我一樣 D啦 離別的好友 怎麼都是A跟C啊 好像感覺不太妙耶 OK 大部分都覺得是重逢 都是重逢 只有人認為是戀人 有人認為是好友 然後只有潘若迪老師是離別的 這個一看就這樣 你看那個樣子 手拿著就這樣 拜拜 我走了 可是他整個顏色是溫暖的耶 對不對 沒有啦 離別會拍這個啦 不一定 我覺得那個 這個方式太客套了 對啊 應該是朋友 沒有離那麼開 如果是情人應該會擁抱 對 那有離那麼開的 沒有 這個重逢不會是 兩天或一個禮拜 或一年 這應該是超過一年 對 閨銘 對啊 他這個 應該差不多吧 我覺得應該是十年左右 應該是十年左右 是朋友 你的感覺是朋友 對 朋友 你別的性子比較高 好 先揭曉選豬的 選低的 我跟潘老師 對 好 選低的人代表說 你投射出來的心理是 你是渴望婚姻當中的一個探索 例如說你結婚之後 你才能夠為人父為人母 才能夠有小孩 是不是 是不是 那探索完之後咧 再繼續探索 他會永遠探索下去 對啊 那小孩長大 你還沒嘗過探索不完的 探索不完的 粉多的 是不是 對 婚姻其實是正面的 對不對 是想要進入婚姻 他比較開放 比較開放 好 那沒有人選B對不對 沒有人選B 那我們 那選B是什麼 好 選B的人代表你 雖然想結婚 可是你還是很渴望 婚姻當中有一點 保有自己小小的自由 你別的戀人 對 好 那選C的呢 好 選C的 好友之間 最重要就是互相支持 所以你就希望婚姻當中 除了有熱情之外 還能夠彼此 能夠支持彼此 非常非常重要 真的很重要 真的耶 第一排的都是要支持的 對 哇 選A的呢 其實也是很多人的答案 代表你很渴望 婚姻當中的親密感 這親密感不一定是肉體 而是說可能那種 無話 無所不談 對 沒有秘密 對 就是說你說什麼 你不擔心對方會看低你 看扁你 對 所以你在她的面前 你會覺得說 你不用設防很多啊 很自在的那種感覺 親密感 就可以在她面前犯傻 對 犯二 都可以 所以呢 你到底在 希望進入婚姻 你渴望的是什麼 可能要先想清楚 對不對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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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